病毒战大逆转 北京慌乱 走错重要一步 8月20大重头戏开场 传政治老人心怀不满 每一宿都有姓名 地铁站花海到年轻人 郑州出一损招转移视线 河南水灾后怪事重重 德奥塔杀入北京 京八部为副总统现状成谜 中国因素护照办理速度慢 官方证实是故意的 新疆沙漠遇洪灾 中石化设备被淹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新闻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2021年7月31号星期六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距离美国总统拜登定下的90天病毒溯源的期限 剩下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但局势却在7月30号出现了重大的逆转 北京已经方寸大乱 在7月30号的中共外交部立会上 央视 中国日报 新华社 北京青年报等几大官媒记者 相继对国际病毒溯源提问 发言人赵立坚借机指控美国抹黑中共 要求美国也得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调查 扎德克里特堡等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并说 有媒体报道称 一些欧洲国家早期病例爆发点与美国军事基地有关联 病毒很可能是通过武装部队血液项目传播到欧洲 这个项目的裁写点就包括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被赵立坚引用作证据的媒体报道 其实是中共官媒自己的报道 是7月29号发表在北京日报客户端 一篇题为《实锤来了》 通过美军血液项目新冠病毒 由扎德特里克进入欧洲的文章 也就是说 中共外交部与官媒联手 导演了这场持续两天的大戏 希望将中共病毒的源头推给美军 而且已经不再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推测 干脆宣称已经是实锤 但问题是 这样的故事除了满足国内小粉红的激情澎湃之外 在国际上根本无法取信于人 因此观察人士认为 这显示北京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已经方寸大乱 慌了手脚 居然以为用这种荒唐的故事能够对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纠责声浪 更重要的是 赵立坚在外交部例会上重塑官媒编造的故事之后 这已经演变成了中共政府对美国的正式指控 华盛顿又将如何回应 民间已经开始办调侃的预估 华府与北京的关系要彻底崩裂了 车要失控了 加速时的方向盘也要崩了 在美国情报界应拜登总统要求对病毒进行溯源调查的同时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主动提出否定病毒实验室起源假说为时尚早 之后 美国国务卿 日本外务大臣都在与谭德塞会面时 公开强调支持世卫到中国进行第二次溯源调查 这被认为是中共方寸大乱的根本原因 北京早前因为获得谭德塞的协助 在隐瞒真相方面信心满满 但是疫情演变成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后 谭书记反水转而与国际社会联手要求调查病毒气源 这对北京来说无疑是背后被插了一刀 观察人士纷纷评论说中共的麻烦要来了 8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共高层又要集体消失大概半个多月 到北戴河以休假的方式完成年度政治利益黑箱操作 特别是今年的北戴河休假被认为是中共二十大权力战的开场 外界注意到近半个月来多个中共高层到地方进行考察 例如习近平远赴西藏 栗战书到贵州赵乐际出访吉林 熟悉中共政坛的人认为 这些举动通常是中共常委为给北戴河会议搜集讨论内容而进行的 这些考察的结束就意味着北戴河时间即将开启 最近 日经亚洲评论记者前往北戴河实地勘察 发现当地已经是戒备森严被严密的封锁了 在高速公路出口处 一位警察搜查了记者的汽车 甚至连铅笔盒都要翻查并拍摄了录像 一进入北戴河市 记者又被一个警察给拦截 被以涉嫌非法闯关为名没收了车钥匙 在误会解除后 当地仍出动两辆面包车全程尾随 就连在餐厅吃饭 都有两个变异军官坐在记者附近的一张桌子旁 像鹰一样盯着他 记者获悉 中共政治老人对习近平非常恼火 报道说 虽然中共元老或在北戴河发难 但习近平仍有可能不去哪里 但更多的观点认为 习近平不可能独自完成中共核心层 在二十大的人事更替 他一定要到北戴河与各派系完成权力交换 中共目前处于四面楚歌之下 国际社会就中共病毒溯源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美国至今都不派驻华大使 在南海问题上 英国出动最强大的舰队 菲律宾要重返与美国的联盟 台湾议题更成为了日美公开挑战中共的利器 除外交困境外 7月30日传出超级重磅的消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停止处理中国公司在美国IPO 及其他证券销售的注册 同时为投资者制定了新的指南 下一步已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可能面临调查被退市等威胁 这意味着中共无法再到美国圈前 在中国国内呢 河南水灾疫情再度席卷 经济又面临危局 习近平的政敌当然不会在意老百姓的灾难 但是这些却都能成为他们向习近平发难 争取政治利益的武器 按照中共的惯例 从今年下半年起 各地陆续会召开党代表会 就会涉及人事调动 这是为明年的二十大做铺垫 而这些调动将会在北戴河敲定 观察人士预料 这次北戴河休假前后 中共将会密集的公布一系列重大人事安排 这背后应该是北戴河的刀光剑影 连日来 郑州市民络绎不绝的自发悼念地铁5号线遇难者 鲜花铺满了沙口路站的四个出口 大部分的花上都有遇难者的姓名 民间愤怒的质问当局 这是向官方报道的14人死亡吗 作为应对 郑州地铁关闭了出口 并宣布设立专门的追思会 从7月26号头期开始至今 人们络绎不绝地到5号线出口调研遇难者 7月30号 郑州地铁宣布 5号线沙口路站 抢险抢修即将展开 因此出入口区域将被关闭维修 为方便市民追思 在地口北侧油画厂院内的广场设置追思处 免费提供鲜花 就此观察人士评论说 郑州政府一看 用党板遮挡花海无效 又开始想别的办法 引导公众情绪了 明明是对政府不作为造成的灾难 表达愤怒 就愣给转化成了中国加油了 以地铁施工名义 不让民众献花 官方领导面对自己独职造成的灾难 从来没有出面慰问 连献花都没有 在李克强对河南水灾喊话称 要对失职者严肃追责后 河南媒体上出现呼吁郑州换帅的声音 虽然文章很快被消失 但监管最严的官媒针对习家军直接发难 这种罕见的现象快速引发各界的关注 7月29日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在主持召开灾后全面恢复工作推进会议时 率领全体遇会人员集体肃力向遇难者莫哀 洪水虽然消退 但是灾难仍然笼罩着河南 一桩桩怪事让人感叹 搜固新闻29号的消息 一名来自贵州的救援队成员何国勇 26号在河南新乡转移受难百姓时 身在水中触电身亡 年仅39岁 这个令外界联讲到28号微信群中传出的消息 民间救援队还在卫辉洪水中救人 当地政府就开始通电 导致8人出电 看来类似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各地方政府中都存在 郑州居民桑兴是水灾中的幸存者 但却陷入了另一场灾难 他在网上呼救说 希望能够活下来 同时曝光自己一家四口 有三人丧生的惨状 不知道郑州政府公布的遇难99人中 是否包括桑兴的家人 桑兴在求救信中说 在7月20号 郑州特打暴雨中 全家四口人被困地下室 他本人虽然熬过了四天四夜 死里逃生 但痛失三位亲人 桑兴说 目前自己被医院连续的催缴医药费 真的是走投无路 谁来救救我 一段视频显示 大批卫辉灾民 7月28号排长龙等吃饭 从视频估计人数大概有近千人 推特账号财经真相根据中共财政部公布的拨款算了一笔账 财政部先拨付河南省财力补助资金30亿元 支持河南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河南本次1366.43万人受灾 首批平均每人219块钱 在郑州地铁站道年花海中 人们发现这样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郑州轨道交通公司领导们 能建起北龙湖豪宅 却建跑一道保命的防水墙 是天灾还是人祸 适者安息 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 网友评论说 这表达着觉醒民众的心声 另外在许昌 官方拍摄民众欢送救灾官兵的视频 但在民间的镜头下 这场闹剧穿了帮 有网友发出视频说 在许昌民众欢送军队 没想到空纸箱露了出来 民心一失 摆拍作秀也无法感动了 中共国家卫健委7月31号通报称 30号当天 全国新增55宗确诊病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宗 本土病例30宗 这一波传染力强大的 Delta病毒在短短10天内 已经蔓延中国至少15个省份 26个市 几段在推特流传的视频显示 在7月29号的晚上10点左右 南京路口机场 不满警车和全身防化服 掩阵以待的医护人员 场面十分的紧张 视频拍摄人还一直在喊 完了完了完了 退友写道 据悉副总理孙春兰已经抵达南京 这阵仗如果只感染了180人 你信吗 另外 刚经历水灾的河南省郑州市 似乎再遭病毒冲击 该市通报 7月30号发现一宗无症状病例 但这似乎并没有出现在国家卫健委31号的疫情通报中 虽然仅通报了一宗病例 但郑州防疫当局已经在31号宣布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停止接诊 封闭管理 从7月16号开始 进出该院的人都要向社区报告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已经被病毒攻破 北京市政府29号通报有两名确诊者 都是从湖南张家界返回北京的人员 但市民对这一数字表示质疑 目前确诊者所在的北京昌平区 至少有10个小区被封 药房和超市出现了抢购 此前有传言 北京东城区丽郡酒店 有一位客人近日在微博上爆料 津巴布韦副总统到北京治病 没有完成核酸检测 就被允许入境 在进驻北京东城区 丽郡酒店后确诊 导致丽郡酒店被封锁 共有400多名住客被集中隔离 之后中共官方确实通报称 东城区出现一名入境外交人员 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但这之后就再没有相关的任何消息更新 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从中国传出审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越来越慢 越来越困难的声音 现在官方承认了就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移民管理局声称非紧急 非必要不出国旅行 中共公安部辖下的移民管理局7月3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移民管理局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杰表示 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室友 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申请人如果没有紧急必要室友 建议取消或者是推迟出国出境计划 陈杰并未说明准备在什么时候取消这种限制 仅表示这是为做好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 会上还公布 今年上半年 全国共签发普通护照33.5万本 主要室友为出国留学 就业和商务 迁发量仅为2019年同期的2% 这引发对中共或进一步闭关锁国的猜测与恐惧 特别是中美对抗加剧 经济脱钩加速 台海南海局势动荡的当下 中共可能被迫重走自力更生的老路 十亿韭菜可能被封闭在国门之内 提到沙漠 大家想到的都是缺水 干旱甚至是不下雨 然而这两天有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 塔克拉玛岸沙漠遭遇了洪水 导致中石化3万套设备被淹 损失惨重 中国石化集团官方公众号和B站账号 7月29号发消息说 最近新疆轮胎线天山山脉普降暴雨 加上夏季天山融化的雪水叠加 形成了季节性洪水 将沙漠变成了水箱 还袭击了位于塔克拉玛岸沙漠北部边缘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玉琦片区 近50辆勘探车 3万套设备被淹 淹水面积达到300多平方公里 油区道路多处冲滴溃坝 电线杆青岛给油区生产和勘探工作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据路媒财新网的消息 油区被淹发生在7月中旬 最近几天降水已经停止了 沙漠渗水很快 但现场还是很泥泞 溶雪性洪水年年都有 但今年降雨量特别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